结婚多久啊 让别人笑着大洋的吗 哎 你们谈了多久恋爱 两年 按理说还是彼此了解的 是吧 嗯 这个上面说 两位现在都无业 是个什么意思 之前一直在工作 但是就最近我就是 离职了 然后准备从早到还没找过来 你呢 我之前也是在工作 后来就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 行行行 我们来听听新婚妻子说一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结婚了一个月就想着离婚吗 反正第一个就是 也是关于工作的事 就他现在也快毕业了 我就想着找个工作先上着 快毕业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还没毕业 但是他现在就是 就准备拿就拿毕业证了 我说先就先找个工作上着 然后他就非要找个大企业 我说你大企业你能找到吗 人家小企业现在 什么薪资待遇也挺好的 他就非不 大企业肯定比小企业好呀 大企业的工资又高 福利待遇又好 跟小企业肯定不能比呀 重点是你现在找不到呀 你说这些废话 那我也在慢慢努力找嘛 也不能说今天明天就能找到吧 再说了我跟我朋友呀 他们都是大企业的 我说出去我也有面呀 反正就是他现在说来说去 就是这个面子 我之前我还 给我好几个朋友说 给他安排一下什么面试 然后也不跟我说 直接放鸽子 然后我朋友也得罪了 他不是浪费时间好吗 他心里就有点问题 你不能说他心里有问题 谁不想找一个好工作呢 对吧 还没有接触社会有点不太现实 有点理想主义 这也不能就说要离婚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发现他现在很敏感 别人的一句话呀 或者一个行为 他就觉得是别人瞧不起他 就是我给你妈买东西嘛 多好呀 又不要 让我觉得就是好心 当做驴肝肺了 不是这回事 当时是我跟他一块吃饭 我妈说他腰疼 然后他就买了个那个 按摩椅送给我妈了 我妈当时就想到 他刚毕业没钱 就说把那个 买按摩椅的钱给我们了 然后又给我们俩 表着那个零花钱 当时他就掉脸 不说话完了 吃完饭招呼没打就走了 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我就觉得吧 这就是瞧不起我嘛 觉得我承担不了 这个按摩椅的费用 你会觉得他们瞧不起你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你们家跟他提过 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吗 让这个男生 在这个层面这么敏感啊 没有呀 就从来没有 所以我就弄不懂 为什么吧 跟自己妻子的父母 怎么会有那么重的戒心 这么敏感 那你的朋友们 怎么看他呢 上回跟我朋友 一块去吃饭 我们聊的都挺好的 然后因为我朋友 那个男孩 他也是外地的 然后找了个仙的媳妇 不知道咋了 当时都好好的 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 你都不知道 发脾气发得多严重 还砸东西 你朋友那叫说什么话 他跟我聊天 说咱俩都是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是好词吗 再说了 我是花着彩礼 买着房 正儿八经 把你取回家的 我跟他能一样吗 这有什么呢 对啊 我就说我朋友 开玩笑呢 你就当回事了 回去还说我 不帮他说话 你都知道是开玩笑了 他当时说那个话 你为什么不当面 维护我呢 这有啥维护的兄弟 你是不是人在西安生活呀 啊 是不是不在你内蒙老家了 对 那你这是不是就到了 我们上来了 那不就是上门女婿吗 就是一个比喻吗 那人家就不是给你套近乎吗 哥们儿咱俩都不容易啊 你看咱们 不能说远嫁到西安了 咱上门了 咱得团结 我怎么听在耳朵里 就是拉近关系 你怎么那么敏感呢 我就感觉这个词 对于男生来说 就是特别的 那个 我觉得你这个人心里 就不知道 你再看上什么点上 就很奇怪 这是婚前还是婚后的事啊 这是婚后的事 婚后还有什么事吗 就上个月 领完这之后 他说带我回他老家 看看亲戚 认识一下 我说行 然后我就跟他回去了 见了也就见了 当时他表姨在那做饭呢 他跟我说 你坐这干啥 你帮人做饭去吗 就那么多人 他就那么指唤我 让我去给人做饭 我在我家 都没给我爸妈做过饭 我是给他做饭的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我这我也不会啊 当时我都问你说了 那些女的都来那边帮忙的 你现在嫌的没事干 你就过去帮帮忙 打打下手 结果你去都不去 就处在那儿 那么多人呢 害得我下不了台面子 让别人怎么看我呀 我觉得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就当时你就真没去是吗 我就没去 主要是我嫌大大声了 那么多人面前说了 我就心里一下 我就不爽了 哎呀 现在的女生都挺娇气的啊 不是按理说 你新媳妇上门 哪怕你装对吧 你也得装着我 特别勤快 你可以 你都不愿意 走走这个装的过程 给他爸妈装可以 给他亲戚装 我觉得没必要 以后又见不了几回 我装啥的 他倒是坦诚 那还有啥呢 还有去他那个亲戚家里 一路上东西都他提 到了门口 把东西放我手里 让我提 那一路上我提着啊 我是关心你 怕你累着呢 然后到了家门口 我是想着 给他提一下 就是做做样子嘛 让他表现一下嘛 你当时跟你表哥说什么 你看这待遇 你都没有吧 我都听见了 这也能炒一大价 这个没有炒一大价 但是我心里肯定 我们各应 这各应啥呢 他就是爱面子 特别过分 你就给他个面子呗 我老给他面子 那以后谁给我面子 我还过不过了 那倒也是 越来越过分了 以后还咋办 后面还干嘛了 又把我拉着去 给他那个爷爷奶奶辈磕头 远房的爷爷奶奶辈也得磕头 那不是也是应该的吗 结果他还不愿意了 我觉得我没给我父母磕过头 磕头我觉得我做不到 就这个事我也特别生气 因为当时我表哥他们结婚 我表嫂也是来我家给我爸妈扣头 结果轮到我了 去他们家的时候 结果他就宠家没动 让他扣也没扣 最后还是我妈过去给赔的不是 你说这个事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家呀 反正我觉得我做不到 给长辈行个大礼 这就没什么呀 那么多长辈呢都得行大礼 那可不是得行大礼吗 家里的亲戚吗 这是我们那边的习俗呀 如果要是你们那边有什么习俗的话 我也一定会遵从呀 我也不会反对 他老勉强我做这些不想做的事 然后去之前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我俩就跟我喊叫 行 这个婚礼本来是打算什么时候办 婚礼本来说是就是年底 还有就是婚礼的事 他说就婚前本来 他跟我说是在我们这儿 就在西安办的 领了这儿之后 他说也没说 就在他们那个老家 把那个场地给定了 我家亲戚又多 如果我要是去你家那边办的话 那让我家那些亲戚怎么想 就是啊 那我可真成的上门女婿了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嘛 本来这个事情就是男方来操办的 你直接通知我 你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我觉得 内蒙办一场 西安办一场 不就完了吗 我看我们那些 就办两场就完了 我看我们那些年轻的同事 现在都这么办 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吧 就是去新郎家办一场 然后到新娘这儿办一场 都办完了 人不在北京的 人家两口子回来说 咱们北京的再办一场 多好啊多开心啊 哎你你们俩当初咋认识的呀 聊天认识的呀 就是我们一个聊天软件上认识的 后来然后就是 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那肯定吧 男孩也帅女孩也漂亮嘛 正常啊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然后就多相处了几次 然后就再而然的就在一起了 西安买房子钱谁出的 我们家 财礼给了多少钱啊 给了十万 家具装修都你们家的 对 所以实际上你父母挺纵容你的对吧 纵容得很 所以不是你的福气吗 其实我感觉吧 就是真的是他太矫情 有些事就是我感觉都根本不算事 我想以后跟他好好的一起走下去 可是到了他这儿就非要跟我 因为这么一些小事来跟我闹 你们是真打算离啊 还是就是说说呀 闹闹啊 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嘉宾那个老师专家的那个意见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事情 你不用问他们 我都可以替他们回答你 不是 就照你这样按他们四个人的这个价值观 基本就觉得 小伙子快跟这姑娘离吧 怎么样 去他们老家感觉怎么样 对我很热情 尊重你吗 也尊重 也很热情 那不是挺好吗 家里也挺和睦的 对啊 所以我才跟他结婚的呀 就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挺好的 那你们干嘛要离呢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那些事情 真是急死我了 就是我是害怕啥 我是害怕他婚后越来越严重 会不会说是动手呀 或者是生气了再做什么举动 就让我觉得很害怕 所以你要找到的是 他为什么会那么激动 对 在哪个点上他那么激动了 包括你自己为什么在他的一些要求上面 我们觉得很合理的要求 很照顾你面子的要求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不对 他是在自己想 就你们俩已经给对方了一个人设了 知道吗 在你心里面 你永远不被他看得上 这是你给你自己的人设 姑娘其实也人设了这个男生了 他就应该什么都听你的对吧 也是 对吧 对 所以你的人设是 你是一个乖宝宝 你要听我的话 在婚前你都是听我的 为什么婚后了 你会变化这么大 因此才会火星撞地球嘛 到底该不该离婚 这段情感应该怎么调整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吗 好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就人家说一个上门女婿怎么了 你在乎别人的言论吗 最重要跟你过日子的是 是他的那个朋友吗 不是吧 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你 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度 在哪个位置 别人就会因为你的认可度 而去认可你 如果你先把自己 对自己的认可度降低了 你放心 别人永远不会认可你 然后接下来来说女生 你有一种优越感 你觉得你的家庭如何 你的自身条件如何 所以 为什么你去他们家 不愿意帮忙 为什么你不愿意 给他们家的长辈磕头 首先 我们两个人在任何的 一种关系当中 恋爱也好 还是最后结婚也好 一定是平等的状态 如果任何一方抱有 养视或者俯视的心态 这段关系到最后 一定是结束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长时间地忍受 被养视和被俯视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放下你的那种的 骄傲感 你不要这么卑微 也不要这么自卑 否则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这婚礼真的不用办了 就婚礼这么小的一件事 在哪儿办这么一件事 都达不成协议 还没怎么真的经历过 生活的酸甜苦辣 就开始算计生活当中 这些小事 那你们俩未来的日子 就可以见得 有多么狼狈不堪了 所以记住 一定一定 两个人的关系 是平等对待的 再者 去他们家 见长辈 所有的礼仪 我觉得呀 这是尊重和常识 还有家教的问题 姑娘 这个时候 不是体现个性 这是家教 就说什么 谢谢 来 严老师 其实你们两个 我都还觉得挺可爱的 像两个小刺猬一样 俩人都一身刺 挺任性的 但挺勇敢的 但是确实对于生活 对于未知 你们都有着一股子的 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和勇气 你说我在西安 我可不是上门的啊 我们家自己买了房 我什么都有 我娶你进门的 那也不是你的呀 那是你父母给你的 所以你没有底气 当你没有底气的时候 人家开个玩笑说 上门你去 你才那么有情绪 如果你真的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西安 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别人说你就是一笑而过 那有什么的呀 我虽然是从外地来西安的 但我自己打拼出来的呀 我娶了当地媳妇 是我的本质 因为你没有底气 没有能力 就做了一件超出你 自己能承受的 这样一件事情 女生其实也挺任性的 就比你小三岁 学校里没毕业 你就敢嫁 但然后呢 过不好了怎么办 离婚吗 其实你知道 她现在完完全全 就是个愣头青的小伙子 没有任何社会阅历 一点都不成熟 没有任何能够担当起 你们小家庭的底气和能力 你就嫁了呀 那这是你的选择呀 所以你喜欢 就是这么一个 不成熟的男生 你要和他成家 就要给他时间 让他成长 你就要尊重他现在的 一骨子不服输 又没能力的状态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嫁 两个浑身 都是刺儿的小刺猬在一起 你扎我我扎你 能扎出什么未来呢 所以这个刺儿 没有别人能帮你拔 只有自己努力地成长 才让自己变得相对的圆润 去包容一个和自己不太一样的 另一半 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男生也一样啊 你太年轻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磨合 去学会怎么相处 而不是盲目地相爱 好吗 多一些时间吧 谁提出的要结婚啊 我 你胆挺大呀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过吗 想给她幸福 想以后好好和她过日子 不是让她给你面子吧 看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带回去 哈哈给我的那些 长辈们磕头 看看我多有面子 不是 不是 那你偏偏这么要啊 对吗 你就要她顺送你 看 去 帮忙去 是吧 给面子嘛 对吧 我知道你那种想法 但是我们不光要面子 我们还要懂情啊 就像人家的父母 好心好意 给你体贴 给你照顾 然后到给你们钱 这种感觉 你没有感觉到很亲近吗 如果没有 你其实不应该 想再提出结婚的 因为你太不成熟了 什么是家人 什么是外人 什么是有敌意的 什么是有温情的 这都分不开啊 情商太低了 我们可能见识不够 我们可能现在 暂时没有找的工作 都不要紧 你只要有一份情商高 你就可以在这社会上 去混得很开啊 很多人都会认可你 怎么叫认可你呢 你得先给别人面子呀 你不给别人面子 别人怎么会给你面子 如果说你跟你的 漂亮老婆说 哎 媳妇帮忙什么 人肯定去呀 哪有哪有大声说 快去 好像你多威猛 这种面子都是虚的 实实在在的是说 我们能够让我们周围人 都开心 人家一定也会 让我们开心的将心比心嘛 姑娘 为什么辞职啊 很多原因 好多原因 是吧 说不清楚 就辞职了 哎 你有想过 这家庭如果没有收入 怎么办呢 有一些存款呀 我俩 然后他找着 我也找着 随时都能找到我 随时都能找到 然后我都有存款呢 你们就把现在状态 当成谈恋爱吧 至少没有家庭 不管是男是女 都有一份责任感 都会想到 如果另一半没有工作 我也要辞职吗 我得能受委屈 不要以为这个 所有的家里外面人 都让包容你 都让让着你啊 你得学会抵头 你得能够知道 怎么体谅对方 人家才能包容你的 小性子 让着你 不是怕你 是疼爱你 明白吗 你互相多一些疼爱吧 为什么夫妻 都要恩爱夫妻啊 懂得感恩 懂得疼爱彼此 好吗 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 是 就这 谢谢曲总 虽然说是您提出的结婚 但是我相信您是被引导的 跟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子 谈恋爱的时候 她已经清楚自己是一个 试婚年龄 可能在一早的时候 就会跟小弟弟说 哎你太年轻 我将来是要结婚的 你这一种学生是不行的 小弟弟早的时候 没关系 等我一毕业就会娶你的 你们俩就是在这样 她知道自己的年龄限制 必须得谈一场 要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否则不花时间在你身上 而在你这里 也慢慢地认可 并且她成了你的一个目标 我一旦毕业了以后 我就会娶她 实现我们两个人 要组成一个家庭的梦想 同时 这也是我留在这个城市里的 一个理由 你们现在在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其实都在要社会认可 和社会尊重 你们甚至都还不是在要 彼此给彼此尊重 就像她在您的朋友那里 总是会计较的是 她是不是对我态度不好 把我当成了个上门女婿 她真的介意上门女婿四个字吗 不 她介意的是 您听她的这个辩解词就知道了 她的辩解是 我有工作 我不是倒插门到你家 这个你怎么不帮我解释 对吧 所以她其实就是一个 刚刚进入成年人社会 但是却没有找到社会位置 当被你朋友的老公来问 和感叹说 你看我们都是上门女婿的时候 对方因为在这个城市 已经有了位置 不觉得是对他人的羞辱 而她因为在这个城市 还没有立足 仿佛是个女婿 是她身上唯一的标签 她为这个事情抓狂 所以她当时敏感的真不是说 那四个字或者是你的朋友 而是自己在这个城市 没有找到立身之本 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和社会尊重 你到她家去也是一个结论 为什么你到她家去特别介意 她是不是会在门口的时候 让你拎着东西进 因为你不喜欢显得像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 因为你不喜欢进去了以后 她的七大姑八大姨不尊重你 为什么你会担心她的家人不尊重你 因为我除了是她的老婆 其他我一无是处 我除了美除了年轻 我也没有社会角色 我也没有社会位置 我也没有什么标签可以让你们尊重的 你信不信 就是我们阎老师要是跟着回去 让她拎个东西 她拎回去了 那一家人还是以礼相待 哎呦太好了 哎呦品红你累了 赶快拎过来 怎么能让你拿呀 你看这胳膊的泪酸了 对吧 但是你怕你拎着东西进去 别人就说放这儿坐吧 小姑娘家家的 因为你们都没长大 急于进入了成年人的社会 又因为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和社会尊重 所以你们在彼此身上叫起劲来了 其实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 你们不适合分手 因为相爱很不容易 也因为你们俩特别幸运 幸运的是有个默契结婚 还有四个开明的老人 你的父母是既同意你们结婚 还同意他无业 并且还会偷偷地给你们一些救济 他的父母是既支持他在一个城市里 莫名其妙地安家 也支持他在没有工作之前 没长大之前就娶媳妇 你们在老人的用行为祝福中走到了今天 你们一路走过来 其实真的是幸运的不得了 就不要自己瞎作 把这来之不易的福气给作没了 小姑娘啊 不要去计较他在进门的那一刻 要不要让你拎着东西进去 你要看到的是 整个一路上是他在拎 为了帮你做人 也为了让自己好看 也为了让两个人在亲友们面前 显得是我们是成熟懂事 值得大家放心的一对年轻夫妇 所以他说在门口让你拎着进去 这个真的没啥 不要光看谁拎进去 要看的是整个一路是谁拎的 至于婚礼 我建议你们为什么要办两场呢 因为我们的婚礼除了是 我们要接受众人的祝福之外 还有的就是很多人情得往来 不是我们的人情 是我们长辈们的人情 也有想告诉大家 看我女儿漂漂亮亮嫁出去的 这么一个愿望 办两个仪式 把你们人生大事 从两次仪式 给自己也当成成年人的仪式 从此以后 做有担当的社会职业人 不要说我有存款 我可以随便换工作 因为社会角色 是靠你脚踏实地 一点一点工作得来的 好吗 好谢谢 你的那个担心 是在给自己的离开找一个借口 他现在都这样了 刚结婚就敢摔东西 未来他会打我 他打过你 千万别跟我个性地说 等他打我的时候就迟了 我们不能靠想象未来来过日子 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 因为确实不容易 人可以有个性 个性的施展 不是对自己最亲的人 恰恰要对自己最亲的人 收敛个性 因为当你个性出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不是在哪个点 就让你最亲爱的人 或者最亲近的人 受了伤了 男生也是一样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我觉得 就是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然后也领了证了 就是我还喜欢你 还爱着你 就是 还是想跟你一起走下去 就是听了主持人和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婚礼这个事情 可以 在我老家和你老家 就是办两场 然后 我爱面子的这个事情 我会慢慢地收敛改正的 然后我也会慢慢地成熟起来 我还是希望和你一起继续走下去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开门 我爱你 别爱我 别能再也找不到 刚才是曲总说的特别喜欢他们 对吧 你给撕一下 来来来来来撕一下 一级功 伴 头碰头 对 从此携手到白头 往前坐 再前进一步 干过这活知道 二级功 脸碰脸 一起到老 不后悔 我以为说不要脸 好 再往前一步 再往前一步 三级功嘴嘴嘴 游游远远 不后悔 行吧 这就里程了 里程 来 按一下灯光 起亮灯 起亮灯 行啦 哈 哎我没说李毕怎么分开了呢 哈哈哈 那个男生 能把女生抱起来抱走吗 可以呀 哎 哎 正不